顺便说一句,美国湾区这边的市太小了,一共一个市五万多人, 和中国也就是一个街道,市长就是街道委员会主任。 我们今天到三特卡尔县政府,这个县,稍等一下,我没带钥匙。 今天有一笔私人贷款到县政府里来盖章,登记备案。 在美国的县政府,权力可大,它管着好几个市,不像中国,一个市管着好多的县。 县呀,它并没有一个行政的那么大的管辖权,它是司法管辖权。 这个跟英联邦的郡县制是有关系的。 其实在英制的国家里面,这个县呀,就像是郡一样。 它管着司法,管着学区,管着房地产税,就这么几件事。 那我们下边就去看看县政府什么样。 美国的这个县呀,它管的事儿呢,就是结婚离婚,死亡出生,还有房地产证,这些都是县管的。 另外呢,公司方面,公司的一些别名注册也都是管。 对,公司的那些,公司的对付出品。 所以可以现在购买它,然后然后回到回家。 对,公司的做出品。 对,公司的对付出品。 对,公司的那些是看什么。 对,公司的,公司的,公司。 对,公司。 对,公司。 对,公司就是那一张大县。 哦,对。 是的,公司。 公司的电视运动。 这个县政府还是算挺大的 它所在的这几个城市 还真是在硅谷湾区里面最大的城市 人口呢一百多万 虽然不是很多 但在美国算大都市了 首先你5wię visually 首先你链链着1满 然后你链到12000美元